2017年Banelli品牌在当年的Argment中给了车谈一个大惊喜,自从2005年被中国前江股份收购后,Banelli貌似成为前江旗下达欧洲研发部门,好称多年来一直被处于边缘地位。 主要业务专注于开发设计亚洲市场的摩托车款,因必须需求主要是实用性车款,因此车辆特点,必须能够性能与可靠性耐用性,还有售价要尽可能的经济实惠。 这些特点引起许多以往认为意大利车垮高不可攀的消费者的注意甚至是吐槽与犯恨。 当Banelli推出价格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准,又兼顾可靠的500立方理米双钢拉力冒险车T2K502的时候,不仅惊艳,在欧洲市场前三个月内就达到了1000辆的销售佳季,赢得到相当不错的市场好评。 2018年更是一度排名上升的前两位,米莱车展中Banelli试出了最新重量极具的运动街车752S。 这本市莱很可能成为G1911年,Banelli兄弟创立公司以来该品牌再度重新踏入成功道路的又一大步,也是贝纳利将中国市场摩托车排量带到750立方厘米,新高的第一款真正意义的摩托车精品立作。 没有之一,752F车架采用仪式经典的编织式钢管车架,摇臂也同样采用钢管设计。 动力心脏人次2006年以原型展示,并无投入量产的Banelli,G756引擎。 修改后的754立方厘米并列双钢引擎,符合O4排放法规,在9000转时可输出81.5马力,8.0KGM的牛指则在6500转时涌现。 虽然动力输出性能上,并无特别热眼之处,但可靠,耐用,高颜值,高性价比是现金本来所注重的摇点之一。 强壮的倒叉与鸡肉感造型的15L油箱,视觉上明确传达出752F就是现代感应汉。 虽然油箱造型看似宽大,但靠近座椅之处是较为窄收的,搭配800毫米的走高,对于各种身形的骑士,应该都能舒适稳坐。 形成117毫米的Mazocca 50毫米倒叉与弹簧域在各条的中置单枪避震器,前320毫米双浮动叠配Granos核塞辐射卡前,和260毫米单叠配单核塞卡前,标配ABS同样来自顶级意大利制造商的悬化及制动系统, 其余752F运动化的操架辅助,符合欧资排放标准的752F在排气系统上看来也相当有意思。 双出的排气头段透过处类转换器集成,后方只留下一个造型小巧简单的排气管尾段,相较于排气管尾段的小巧, 那颗速称变单核的主媒转换,即使再略显烁大些,简洁的车头没有其他坠实,仅有一个类似水滴的导灯造型,应该是752F让人一眼难忘的特色之一,灯壳里藏有两颗LED的鱼眼灯,方向指示灯与尾灯,也是使用LED,铝合机铸造轮框前后规格皆位17寸,前导泥板也是也相当与众不同, 流显的车身线条举选用装备配件,让752C具备现代化车款给有的需求,据说这款运动街跑有望在2018年四季度上市,但目前价格尚未公布,10月20月被纳利,巴黎到全球新品发布会,752F就是引爆的重点, 如果有意购入中量急剧运动接车车款,这还没有明确目标,的车油门不妨再等等, 本来里752F一定会是个不错的性价比,让您轻松入门意识车款的新选择,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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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本来里752规格表, 引擎形式水冷,四行征都随并列双气缸,厂宽高,MM2119芯80,热芯1128,轴距MM1470座高,MM800, 单重220总排气量,754立方厘米,供流方式喷射,启动方式电发,压缩比11.5, 以最高马力81.5PS9000转每分钟,最大扭力8.6000克,M6500转每分钟,油箱容量15L, 传动形式链条传动,六速,前悬化系统Murrokey50毫米导定式前叉,后悬化系统弹枪中置, 预载可调避震器,轮胎前,120710217轮胎,后,18515217, 前刹车系统320毫米,双浮动,叠次活塞辐射卡钱付ABS, 后刹车系统260毫米单叠单活塞卡钱,近期本号精彩推荐, 感谢您看完我们的文章,如果觉得还不错,请关注本号,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